又到要上班的日子,相信不少上班一族 早上都会喝杯咖啡提提神 但大家又有没有留意部分咖啡可能含有基因致癌物呢? 销委会测试市面49款咖啡产品 包括咖啡豆、咖啡胶落和职溶咖啡粉等 当中47款都验出丙禧鲜案 又以这款职溶咖啡粉的含量最高 销委会说所测试的职溶咖啡粉、丙禧鲜案的含量 普遍高过其他样本 介乎每公斤160微克至790微克 丙禧鲜是什么呢? 是一种基因致癌物和神经毒性物质 是食物之中的油膩胺基酸和还原糖 在高温之下产生的污染物 而现时本安法律是未有规定丙禧鲜案 在食物之中的标准 尽管咖啡之中的丙禧鲜案 含量较较其他煎炸的食物 譬如薯片、薯条来低 但消费者仍然要多加留意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喝很多杯 和很频密的程度 我们要注意减少涉入丙禧鲜案的机会 所以亦促成生产商检视原材料和制作流程 尽量降低烘培过程之中 可能产生的丙禧鲜案 提升食物安全 测试同时发现 职用咖啡粉的平均咖啡因含量 亦都高过咖啡豆、咖啡胶囊和咖啡粉样本 原因是职用咖啡粉 经过提取和浓缩处理 按样本标示的冲剂方法来计算 如果我们饮用一杯含量最高的咖啡样本 可以涉入大约295毫克的咖啡因 因为两杯就会超过成人的每日建议的吸入量 消费会提醒消费者要注意 长期涉入咖啡因 会对咖啡因的耐受性增加 导致需要更高的咖啡因 才能达到相同的生理作用 而且产生对咖啡因的生理疑难 如果一口不喝 便会导致咖啡因戒断、痛痛、容易发怒、疲劳等症状 至于标示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消委会说并非完全没有咖啡因 只是含量是普通咖啡的百分之一至二 一般成年人建议的每日咖啡因摄取量 是不高过400毫克 消委会提醒其他食物和饮品 例如茶和巧克力都含有咖啡因 认为消费者要留意摄取量 东网记者何指浩报道